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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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sir 今天想和大家介绍我的一个YouTube系列 叫做物理观念 这个系列是做什么呢? 很简单,就是讲解DSE的物理 我以前曾经教过数学科和物理科 在我教这两科的时候 我的学生经常会出现三种很常见的情绪反应 他们分别是迷惘、沮丧和愤怒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的原因是 我觉得他们不太明白自己在读什么 所以我制作这个系列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你看完之后 会明白物理科的内容 然后我又再贪心多一点 除了希望你明白物理科的内容之外 也希望你可以在这一科里找到一些乐趣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身边有很多人跟我说他的生活很苦闷 但其实我自己觉得人生有很多东西都是很有趣味的 问题只是你能不能发现你做的东西里面有什么趣味 所以我都很希望我可以透过这个系列 跟你分享我自己在学习物理的过程中找到的乐趣 然后我的第三个目标 就是希望你可以明白 学习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整天都有学生来问我这个问题 哎呀,sir,我们学这些来做什么呀? 而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答的问题 世上每一个学问都有它存在的原因 我希望你不单只是学习这些知识 而都要明白你是为了什么而学习 为什么会有科学家发明这些理论出来的呢? 为什么我们社会需要懂得这些理论的人呢? 唯有当你明白我们在学习这些东西的意义 你才会有持续地学习的动力 亦都只有这样 你才会具备发掘新知识 和反思我们所学习的东西的能力 好像吹到很大那样吧? 但是还有一个再大一点的在后面 我的最后一个目标 亦都是最贪心的目标 是什么呢? 是爱呀! 其实说到底我教这些东西出来 最根本的原因是有两个字的 就是迷茫 无论我以前教书也好 或者是做青识联工作也好 我好深地感受现在的学生是很迷茫的 没有方向啦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当我自己做学生那时候 我曾经都受过很多好好的人的帮助 而现在我自问在学科知识上面 都算是有些能力啦 所以我都很希望可以运用这些能力 去帮助一些觉得很迷茫的人 如果你是能够在这些影片里面 是感受到有爱在里面的话 我都希望将来有一日 当你有能力的时候 你都会向那些有需要的人付出你的爱 咯!就是这样 那在正式开始讲物理之前 我都介绍一下物理观念这个名字的意思啦 我相信宇宙万物的背后都有它的道理 如果你愿意细心地去观察 并且常常去思念你所观察到的东西 那这个道也好愿意给你去发现它 好!那我们下一条影片就正式开始了 最后都给我卖一卖个广告啦 希望你可以来like我的facebook page follow我的IG 还有如果你看完我的影片之后觉得学到东西的话 也希望你可以lik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的台 还有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share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下一条影片见啦 拜拜! 拜拜! 差点忘记了 讲漏了一件事 我将来的讲解呢 主要是用中文的 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同学 是用英文来学物理的 那怎么办呢? 不用担心 因为我是帮你做了英文字幕的 如果你需要的话 那你就自己在YouTube的字幕选项里 我会选择英文吧 等我再想想还有没有东西还没说 应该没有啦 就是这样 拜拜!